男人的女儿刚出生就被弄丢了 但她不急着找女儿 反先急着给女儿找个替身 而且尊贵的她极度自恋 认为她那未曾谋面的女儿应当随她 声音像百灵鸟还是个天才 想冒充她的女儿 至少要成为那样的人才行 而安妮就是公爵找的那个替身 可怜她一个孤儿连说不得权利都没有 但只要能顺利通过她的面世问题 未来五年里作为公爵的女儿 她将过得不比任何人差 而公爵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她那因为失去女儿 而变得无比虚弱的夫人 公爵要求她必须扮演好女儿这个角色 从进到府邸的那一刻起 你就要叫我父亲 叫我的夫人为母亲 现在开始你要忘记安妮莎这个名字 从今以后你就是安妮特奥伯 当然如果你被发现了是假冒的 你将被重新送回保育院 安妮当然不想再被送回 那个吃人不偷骨头的孤儿院 前世的她因为不受孤儿院的保育员喜欢 最后被卖给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做实验体 那个疯子把她当做载皮 静妄图将已是夫人的灵魂导入她体内 实验没有成功 她最后是在冰冷的实验台上永远闭上眼睛 她本以为自己就这样死掉 但当她再次睁开眼睛 她竟又回到了过去 只是上辈子因为实验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还发生了各种奇怪的事 以至于她明明已经死而复生 竟还留有实验后遗症 手腕上奇怪的符文也在预示着 她的生命正在倒计时 她记得上辈子公爵非常爱她的妻子 但她的妻子在女儿被弄丢后身体 一直不好直到去世 而丧妻之痛让公爵在皇室主办的狩猎大会上 魔力暴走差点杀死皇族而被处死 她拥有的绿制力量 也被视为最恶毒的力量被永久封印 她的家族也遭受了灭门之火 这一次她竟阴差阳错地成为被公爵收养的女儿 虽然这么问有心冒昧 但公爵您去找亲生女儿不是会更容易一些吗 公爵当然找过了 但那孩子已经死了 她实在不忍心将这件事告诉夫人 伤感过后公爵继续叮嘱 我的孩子应该是极开朗又天真烂漫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 我女儿自然也是这样的 此时马车停下 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气派宫殿 以及宫殿大门下正在焦急等待着的公爵夫人 不知情的她认为眼前的女孩 就是她丢失多年的亲生女儿 眼含泪水的边跑边换着女儿的名字安逆克 但小女孩一个动作躲到了丈夫身后 令公爵夫人顿住脚步 女孩慢慢探出小脑袋 消息是她的喊着 母 母亲 头顶是公爵惊讶的注视 许是没想到她还能表现出这种细腻的情感 但初次见到失散多年的父母的女儿 当然不会只有高兴 她还会担心被拒绝 会害怕金碧辉煌的陌生环境 还会依赖第一个找到她的人也就是公爵 所以她假装害怕地抓紧公爵的衣服 这越发令公爵夫人心疼 公爵夫人颤抖着手 安妮特 我是妈妈呀 对不起 现在才找到你 都是我的错 让我抱一下你好不好我的孩子 不知为何 看着如此伤心的公爵夫人 安妮的眼里不知觉 竟也勤满了泪水 哒哒哒跑过去扑进公爵夫人怀里换倒 母亲 奇怪 明明公爵夫人怀里这么温暖 为什么自己的心却这么痛了 女孩被久违的妈妈抱在怀里 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只因妈妈的温暖并不属于她 她只是个冒牌的替身 但她还是被怀抱着的温暖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是因为想到了过去那些如地狱般的日子吗 不管因为什么 总之她顺利地哭出来了 而找她当替身的公爵大人及时发声 罗莎娜 孩子要被你吓到了 公爵夫人终于从刚找到孩子的喜悦中缓过神 公爵安抚着 我还要给孩子介绍房间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就先进去吧 公爵夫人听后不舍地轻抚女孩的脸 好孩子 你先去休息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一起吃晚餐好吗 安妮乖乖答应下来 好的 母亲 等到公爵夫人离开 正抹着眼泪的安妮头顶传来一声味 公爵不敢置信地盯着女孩 你真的哭了 安妮呆了呆 随后得意道 这是演技 公爵疑惑 演技 是的 你女儿极开朗又天真烂漫 还是个亲切的天才 那我至少要做到这样吧 公爵有些无语 但又有些失落地道了一句算了 随后随手一拍 公女回来了 你们要全心全意地侍奉她 不可以让她受一点伤 于是金碧辉煌的城堡里 涌出来一群侍女 安妮被这阵仗惊到了 公爵倾笑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话虽如此 但安妮并没有对新的生活有过多期待 只因她知道这如幻觉般的生活 所以当她得知庸人们要帮她洗澡时 她下意识就以害羞为由拒绝了 因为只要她脱掉衣服 他们就会发现这个诅咒图案 她不能让公爵知道这个秘密 因为公爵是绝不会允许不祥的人 接近公爵夫人 而立刻弃养她的 但显然也瞒不了多久 所以她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她记得上辈子有一个科学怪人 研究出一种微变色龙史莱姆的药 只要将她贴在皮肤上 任何伤痕马上就能被盖住 问题是这东西要几年之后才会上市 但她至少要在半年内得到它 所以她必须尽快找到那个科学怪 才让她研发出来 很快就到了晚餐时间 餐桌上布满了琳琅满目的丰富餐食 这些食物都是公爵夫人 为了安妮特意准备的 但即便如此 公爵夫人还是担心 饭菜会不合宝贝女儿的胃口 安妮笑盈盈着表示 非常好吃谢谢母亲 毕竟对于上辈子 只能靠书液来维持生命的她来说 这话完全是发自肺腑不含眼计的 没能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些时光 但我还是希望你叫我能更亲切一些 公爵夫人小心翼翼的话语令安妮正主 原来妈妈也会害怕吗 还是在不停的内疚责怪自己吗 所以妈妈 以后我会努力叫您妈妈的 谢谢你没有放弃寻找我 终于听到安妮叫了妈妈 公爵夫人双眼瞬间清满了泪水 就连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 她嘴里不住呢喃着安妮特 好像想再说些什么 但在越来越急促的呼吸下 公爵夫人突然猛烈咳嗽起来 随后一股热乎乎的什么东西喷洒了出来 女孩第一次见到分别了两辈子的妈妈 妈妈就口吐鲜血快死了 上辈子做过实验品的 她立刻做药送去给妈妈治病 但爸爸却发了很大的火 你在干什么 竟敢让罗沙娜喝那种脏水 我果然不该把你带回来 安妮一颤 随后又笑了出来 没关系的爸爸 因为我像您是个天才啊 安妮的笑脸使得公爵的怒气微微顿重 她还在笑吗 公爵夫人及时出生 就是啊 这可是我女儿特意为我做的 随后她喝着要亲身安抚 你别太生气了 看着妻子毫不犹豫地将要喝了下去 公爵不敢置信 罗沙娜你 但若目的是母女两温馨的一幕 比我想象中要甜啊 还有一点苦味 是的 好喝吧 我希望妈妈能快点好起来 随后故作轻松地让妈妈好好休息 自己先回去吧 待离开公爵的视线后 安妮的小身体却止不住发起抖来 她双手轻抚着自己安慰 没事的 没事的安妮 在这里即使有点失误 应该也不会被训斥或被拉去做实验的 你刚刚应对的很不错 所以不会有事的 你来这里不会再遇到让你痛苦的事了 毕竟这里不是实验室啊 这里还有妈妈不是吗 安妮的反常引起了侍女的注意 安妮打起精神 继续扮演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天真烂漫的孩子 于是明媚的笑颜再次出现 因为我第一次被大人训斥所以被吓倒了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 而此刻房间内公爵夫人也在说着公爵 你也真是的 那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宝贝女儿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女儿发那么大的火 公爵低头神色不明又似有些内疚 因为他想让你喝奇怪的东西 没成想这话竟引起公爵夫人哈哈笑了起来 我反而觉得他真是一个乖巧善良的孩子 我知道你对那个孩子还胆道陌生 但是你以后不许再对他那么凶猛 边说边还伸手掐住公爵的脸威胁着 但公爵毫不在意 因为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妻子好像不咳嗽了 这么一说公爵夫人也终于察觉到了 还真是呢 他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起来 也不觉得冷了 病了这么久咳嗽从来没有这么快就停止过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东西真的有用 还是只是巧合 这个帝国流行偷孩子 而且还专偷贵族的孩子 被偷的孩子有的被摔死 有的被烧死 还有的被送进实验室受尽折磨而死 这一切都是因为皇帝的愚蠢统治 他沉醉于奢侈享乐 性情残酷且好战 他不仅在百姓中选拔普通士兵 而且资金不够就不断地提高付水 是一位足以一臭万年的暴君 而在暴君的压迫下 贵族们不得不向领地居民征收更多的税金 而引起的一帮反贵族派爆发起义 贵族们为了杀鸡井后 卡了不少民众的头颅 其中包括平民的孩子们 而这也给帝国带来一场残忍的暴风 那就是偷孩子 既然我失去了孩子 那我也要让你体验一下失去孩子的痛苦 于是贵族家的孩子失踪事件越来越多 这其中也包括公爵的孩子 他没想到 一直忠于家族的乳母在被贵族杀死儿子之后 竟也偷找了他的孩子 以至于即使最后政变成功 暴君消失后 之前丢失的孩子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回来了 但也有没能回来的孩子 其中就包括他的女儿 记忆阿尔戈家族的儿子 但没过多久阿尔戈家族的孩子也找到了 虽然他的女儿还是没能回来 但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个好消息 当他的妻子得知这个消息后 还是暂时的恢复了生气 因为公爵夫人觉得说不定 他们的孩子此刻也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可是公爵无法对任何人说 他的孩子应该已经死了 因为他发现了孩子被烧焦的尸体 尸体上还带着他们给的家族项链 他好不容易才在妻子本以外面俱灰的那张脸上 看到了点点希望和活力 这让他怎么开得了口 所以他只能将女儿不再人世的事 隐瞒得更加严密 因为他不想让他体验自己得知消息时的痛苦 因此在看到阿尼的第一时间 和他的女儿年龄相仿的少女 他就已经决定将这个孩子带回来 孩子的到来果然焕发出妻子鲜活的一面 孩子叫着妈妈妻子的满足感 这一幕温馨而幸福 令他幻想着如果他将女儿平安地找回来 会不会真的如眼前这般幸福 但这个孩子是假冒的 虽然他长得很像 说话也像 但是根本不用怀疑是不是孩子被掉包了 因为女儿安妮特的眼睛长得像他是浅紫色 但这孩子的眼瞳确实要灰色 只要不是被拉去做了实验 眼睛的颜色就不可能改变 这个男人不仅长得丑眼睛还下了 亲生女儿就在眼前 不仅长相跟他一模一样 就连那头乌黑发亮的蓝发都跟他一样 但他硬是只将他当成宝贝女儿的替身 不好好爱他还凶他 以至于公爵府的侍女都瞧不上 这个才被找回来的小宫女开始欺负他 竟敢公然身腿绊倒小宫女 还不客气地嘲笑小宫女走路这么不仔细 是不是没人叫 毕竟是孤儿院出来的运气好才变成贵族呢 而这一幕恰好被公爵看到 就算不是亲生的 但庸人竟敢这么对待主人 他一定要教训他们 心里又暗自期待便宜女儿会不会来向他告状 于是当安妮端着亲手做的点心过来时 公爵心里想的却是他果然来告状 虽然便宜女儿当时已经完美反击回去了 但只要他开口区区麻烦金而已 他会让他们永远消失在便宜女儿眼前的 于是听到安妮开口说有件事想拜托她时 他下意识认为安妮肯定是想让自己把庸人给解雇 于是 好 我马上就解雇 不曾想便宜女儿并不是来告状 而是来找他拉投资做生意来了 我在学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秘密 父亲你能不能将这个进行商业化呀 公爵瞬间呆愣住 商业化 是的 安妮信心满满的介绍 您听说过合成魔石吗 就是一种可以同时容纳两个相反力量的魔石 通常一个魔石只能容纳一种力量 但如果掌握了可以混合两种属性的方法 那将其进行商业化也并非难试 这个话题果真引起公爵的兴趣 公爵没想到一个孩子竟有这种头脑 合成魔石确实不是妄想 他讲解的也非常干净利落 理论中毫无漏洞 确实按照你说的去做 听到这话安妮神色犹豫 虽说自己只是替身 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不过我想拜托您一件事 公爵心头一颤 果然她还是有孩子气的一面的 为了解雇那两个女佣 居然还费心思提出了商业合作的视线来打动她 那自己干脆让那两个女佣 再也无法踏入贵族的家门 快说吧快告诉我这个 可以成为他们拦路虎的奥布里巴哈哈 于是当那头安妮终于开了口 如果事业确定进行商品化的话 您能分给我两成收益吗 而这头公爵已经迫不及待站起身 好 我现在就结果 你说什么 亲兄妹从娘胎出来后的第一次相见 哥哥却只想将妹妹赶出家门 明里两个人有着同款乌黑发亮的蓝发 可惜亲哥哥跟亲爹一样都是个眼瞎的 现在的他只知道眼前的女孩 只是公爵父亲带回来的一个妹妹的替代品 还一来就夺走了妈妈的所有本主 他生气竟被个冒牌或抢走了妈妈的心爱 所以当他好不容易遇到落单的妹妹时 那张酷似奥布里公爵傲慢又俊朗的脸上笑着 但说出的话却充满问你 你就是那个替身吧 即使穿上锦衣华服 但也还是显得很吐气 本想礼貌打个招呼就离开的安妮顿住嘴 抬眼看向便宜哥哥 啊 那你就是那个吧 依若思傲不理 依若思傲慢抬头 都不知道叫声哥哥 这可不太礼貌啊 那你就有礼貌了 安妮也不甘示弱 虽然她这个帽牌货确实需要看人脸色 但她只要得到公爵夫妇的喜爱就够了 实在没必要连个小不点的脸色也得看 所以我没必要讨好人 更不会像个傻子一样对你背弓去戏的 我要是不见了 公爵夫人一定会因为受到刺激而晕倒的 你也不想看到那种情况吧 本以为这话最多会让便宜哥哥支那儿 没成想公爵夫人就是她的围屈 依若思成功被激怒 安妮被气急带坏的便宜哥哥扯住一领时心下 完了失误了这下要挨揍了 好在下一秒公爵夫人及时出现患女 安妮特 你们在干什么 依若思将硬的松开手 安妮则按到得救 差点就要挨揍了 立马开心的扑过去叫着妈妈 这操作可给便宜哥哥看傻了眼 哎呀 他怎么这么会装 这是公爵夫人叫着 依若思你也过来吧 安妮看过去 她会过来吗 她可比想象中还要小气吗 没成想便宜哥哥一改刚才傲慢的样子 静就乖乖投进了妈妈怀抱 这副小模样就像对爱撒娇的小孩子 企图将刚刚被抓包想打妹妹的事蒙混过关 于是公爵夫人问道 我看依若思把手伸向了安妮特 那是在干什么呀 依若思立马一副天都要塌了的表情 支支吾吾就是不出声 还暗地里朝安妮狂甩头失眼色 安妮明白这家伙是在跟自己求情啊 于是决定好心放他一马 我跟哥哥就是互相打了的招呼 他看到我头发上有灰尘 所以想伸手帮我弄掉 公爵夫人很感动 真的吗 看来你已经是个帅气的哥哥了 依若思没想到替身妹妹真的帮了他 神情有些尴尬 好在公爵夫人还要去见公爵 走前还嘱咐依若思好好照顾妹妹 兄妹两笑盈盈地连声应好跟妈妈告别 待公爵夫人一离开 兄妹两立马变脸谁也不爱搭理谁 安妮打算回房间休息 却又被依若思打断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们就真的能成为一家人了吗 你以为母亲把你当女儿 你就真能成为她的女儿了 虽然不明白她到底想表达什么 但是安妮肯定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家人 在上辈子被科学家背叛的那天 我最先抛弃的就是这些 尼若思被安妮的神情证住 你说什么 安妮上前一步 我的意思是 就算你们求我 我也绝不会跟你们成为所谓家人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安妮只觉得可笑 她现在只剩六到七年的寿命 哪还会妄想什么家人 她只是想彻底的利用这个家族来报仇而已 她这辈子只有两个目的 那就是报仇和自由 至于家人 自己要是真有那种想法 又怎么会明知这个家族的人会死还袖手旁观呢 所谓的家人不过都是假象 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渴望被爱 只要没有血缘关系 那就全都是假的 即使有血缘关系 自己不是也被抛弃了吗 这个男人不仅眼瞎心还瞎了 明明都是蓝发绿眼的 一个是冒牌女儿 另一个却是亲儿子 但他却不爱亲儿子 只爱假女儿 就连吃个饭都要嫌弃亲儿子餐桌里面 还没有刚从孤儿院出来的假女儿好 而且同样是小孩子被妈妈抱 女儿可以儿子却不行 妻子身体不好 儿子还这么不懂事 于是之前还在安妮面前 嚣张傲慢的小男孩 忐忑不安地跟爸爸道着钱 安妮只觉尴尬 果然家里有病人的家庭氛围 就是这样啊 公爵整天围着公爵夫人转 而正是需要被爱年龄的伊若斯 却要孤独地长大 不能亲近父亲和母亲淡分 以至于对上安妮这个外来者 她明知这个妹妹 只是个冒牌的替身 却还是那么敏感 原来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 毕竟她都还没觉得被爱过 就亲眼看见刚来的冒牌或被宠 享受着原本属于她的温暖 安妮都开始怀疑公爵 不会根本就不爱她这个亲儿子吧 不对 公爵是爱她的 上辈子即使公爵暴走时 也没有攻击这个儿子 反倒为了保护儿子伤了自己 而且 安妮突然镇住神情 不对 这辈子她明明失去大部分记忆了 那这些记忆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在某一阶段触发某些情节 突然想起了清晰的记忆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不止一两次了 而且除了上辈子 作为实验体安妮莎所拥有的人生记忆 好像还有其他的记忆 安妮特 还在吃饭你就开始走什么 原来是公爵发现安妮大半天 只吃了一点沙拉和两三块肉 但回过神的安妮表示自己已经饱了 因为吃太饱的话大脑就不转了 身体也会变得迟钝 但在保育院她既要上课 还要做当天被分配的工作 如果吃太饱身体变得迟钝 做不完工作就得受罚 毕竟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她早就忘记吃饱是什么感觉了 这下不止公爵就连伊若斯也被惊讶到 让小孩子工作 还不让吃饱饭 安妮只当没看见父子俩怪异的表情 只是天真烂漫的问公爵自己吃完可以先走了吗 公爵答应并交代从一周后开始 做会有家庭教师来给安妮上课 安妮想也没想的干脆硬了下来 但公爵的心情却又更加沉重 因为她发现这个孩子 你居然从来不问我问题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要上什么课 有谁教你还有具体上什么课吗 你为什么连最基本的疑问和好奇都不表现出来呢 难道你就没有好奇心了吗 公爵开始心软了 当她发现替身女儿小小年纪却意外的董事 董事到从不对她的话提出质疑 不好奇不反驳只剩听话 她开始心疼这个孩子 于是当安妮表示自己还从没看过外面的世界 她想去帝都逛逛时 公爵内心是无比的激动 她想说自己可以陪她去 但刚傲惯了的公爵不能轻易低头 于是她别扭着 我同意你出门 可是我今天有事 如果是明天的话 我倒也不是不可以陪你去 原本还在担心公爵会不同意自己出门的安妮怀疑自己听错了 看着一脸傲慢还含有一丝期待的公爵呆愣住 她这是什么意思 久久没等到自己预料中女孩惊喜反应的公爵坐不住 我说我可以陪你去 安妮惊呆了 所以你想我怎样了 这位大叔 但很快安妮恍然大悟 眼前的男人跟炸了毛等着被哄的猫好像 难道他是希望我说那个 公爵还在暗自较劲 哎 真是的 他为什么不开口叫自己一起去呢 他明天真的挺闲的 于是当他终于等来小女孩带着一脸期盼的对他说 父亲 我知道您很忙 但您明天能陪我一起去帝都逛逛吗 只听公爵傲娇的轻哼一声好思维难道 虽然有些麻烦 但我还是特地陪你去一趟吧 家女儿跟亲儿子都看待了 虽然这世上有很多不诚实的人 但是这人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亲儿子更是愤怒的发动 冒牌活只回高兴了 竟然得到了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父亲的关心 就这样他还敢说不是真心想成为自己的一家人 父亲还一次都没有陪自己去过帝都吗 面对喋喋不休的缺爱哥哥 安妮也很是无奈 明明是奥布里公爵误会了硬要跟着去 而自己为了生存只能顺着讨好人家而已 但现在的安妮不想再多废话 亲爱的哥哥 我并不想跟你进行无谓的争吵 让我能证明你的父亲是爱你的 你现在能告诉我父亲每天早上在哪里散步吗 伊若斯愣了愣回道 府底的庭院里有个池塘 他每天会去那里散散步 那就到时候见了哥哥 现在他得去整理那些突然多出来的记忆 关于奥布里公爵的过去与未来 自己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细节的 明明上辈子从没出过门 唯一能获取外面消息的就是看报纸 报纸上是刊登过父亲一家的大概事情 但无论自己看得多仔细 也不可能知道没有刊登过的事才对 比如父亲的内心想法和真实情感 自己是怎么知道他为了不伤到儿子而伤害自己的 这些信息到底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就像有人在自己所知道的过去里补充说明一样 就在此刻一阵光芒亮起 竟是从安妮手腕上的图腾里冒出来的 安妮一阵头晕 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吞噬了一样 在睁眼时她发现自己处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 身后还传来一阵嘻嘻嘻的笑声 笑声很大而且刺耳 安妮回头望去 看到的却是一团黑乎乎的人影 人影还在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嘻嘻嘻 你好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本以为是崔宁祖的手腕头疼 里面竟藏着意想不到的秘密 在安妮被吸入这片白茫茫的空间后 黑色的人影告诉她这里是档案室 而她则是管理者 这里面是包含了世界真相的书家 而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安妮才能进入这个房间 安妮虽然没有完全理解黑影话里的意思 但作为档案室这里却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 黑影缺到怎么会没有 你再仔细看看 有的呀 话音热落安妮眼前竟真的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书架 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自己要看哪本呢 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书本漂浮着来到安妮跟前 安妮这才发现 这本书竟与其他书前后封面的颜色不一样 安妮伸手抓起书本 黑影在一旁提议 赶紧看看吧 会很有意思的 安妮打开书本 发现这好像是某个人写的日记 2019年8月8日 被骗走全部财产后 横穿马路时被公交车撞死 啊 可恶真是糟糕透了 但第二篇书写的文字突然变了 黑影突然出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后面是古代语 所以现在的你应该看不懂 安妮被黑影吓了一跳 随即发现这人竟是倒挂着的 而此时黑影倒挂着靠近安妮耳边轻声又哄着 有意思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你看看前面的内容 还不带安妮动作 书本却又自己翻动了起来 一片刷刷刷声后终于停留在某一页 而黑影也变得格外激动 哈哈 这篇最精彩 2016年2月17日 沙克尔奥布里公爵太帅了 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他竟然刺伤了自己的腿 这样的父母可能只存在于小说里吧 而我的家人们就像仇人一样 每天只想着要怎么拿走我的钱 以后奥布里公爵就不会出来了吗 这倒让人有点伤心 安妮翻动书本的手停止 却没有发现身后黑影嘴角奇怪的勾起 安妮肯定 这像日记一样的书 应该是她的主人在看了叫做 绿眼的小说后写的日记 但又不像是一般的独厚感记录 因为里面不仅提到了奥布里公爵一家 还说什么收养丢失的女儿 还提到了女主和吉 什么女主 吉又是谁 正当安妮百思不得其解释 一阵霹里啪啦声响起 安妮全身被电流省过 黑影靠近 啊 可能是因为你看太多了 现在的你还不能看那么多呢 安妮疑惑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你的人生呀 准确来说 就是记录了你经历过的 所有强烈瞬间的你的人生 可安妮并不记得这些 那是因为这是前世啊 前世本来就是禁止本人查看的 但安妮是活了无数式的特殊情况 而这里也就记录了安妮的众多前世 所以虽然安妮不记得这些记忆 但她的灵魂却依然记得 其实档案是人人都有 但能进来的人少之又少 只有拿着钥匙经历过一次生死的人 才能进来 而你手腕上的图腾就是那个钥匙 黑影手指轻点安妮鼻尖 但现在时间已到 我听说初次见面时间 还是短一点的比较好 毕竟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要相处 你只要知道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被黑影一推 安妮只觉得自己身体在不断下准 直到再次睁开双眼 安妮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爵府的房间 但身世之谜一知半解 安妮只觉得这一切都糟糕透了事 眼前突然闪现一件粉色绣花礼服 伴随着侍女欢快的嗓音 小姐 这边怎么了